在90后小花小鲜肉站稳了脚跟以后,如今的娱乐圈,早就成为了95后男女明星来担当主力军了。 在98年之光的名单里,可是包含很多微人气、热度、影响力、话题度、抛照力都很高的小哥哥小姐姐了。 首先就是同样都是火电少女101成员的孟美琪和杨超越,杨超越如今早就成为了金里大王,在创造101的节目里,实现了一路开挂的比赛现象。 在杨超越正式出道以后,她的流量和百度指数,都是11位成员里最高的,甚至超过了第一名吴孟美琪和第二名吴轩仪。 而孟美琪出生于1998年10月15日,50多天之前,孟美琪通过火电少女101的C位出道,但这并不是孟美琪的第一次出道。 她第一次知道,是凭借宇宙少女成员身份,孟美琪可以说是国产女爱豆里唱歌实力最强的一位了。 在节目中不管是实力还是性格都非常的全本,而和孟美琪起同样,都是宇宙少女成员程潇,也是出生于1998年。 不过程潇比孟美琪打了任何一个月,程潇大哄的时间很早,在国产女爱豆里。 程潇、周杰琼和周紫瑜是在韩国人气最火的三位,而他们三位也都是实力非常强的偶像成员。 不管是舞蹈还是特长,都很有自己的一套。 周杰琼出生率1998年的12月16日,之前通过produce101第一季的第六名出道,101系的团。 本来就是,刚出道的时候会得到最多的关注,不过之后周杰琼的热度有所下降。 四代女团混得还不错的女团身上都有标签。 比如提起人气,少女就是twice,精纯力量是friend,girl crush是粉末,实力歌手是mama mood,鬼马少女双丛魅力是红毛。 但提起周杰琼如今所在的女团Priston,你能想到什么? 不过一起担当大偶像练习生、舞蹈导师,的周杰琼和成销人气都还是很高的,毕竟两人都是归国美中的成员。 这就是如今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赵家敏。 在14岁的时候,赵家敏义无反顾,被紧理想的加入了前途迷茫的SNH48,又在18岁的时候,放弃了二选登顶的荣耀,依然离开了快速发展的SNH48。 她的两个选择可能在当时都让人无法理解,可谁又知道,以后会发生什么呢? 在一位98年之光名单里的小花就是宋祖儿了,按说98年的小花应该上大二了。 但是宋祖儿刚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本课班,在开学以后会成为大义先生。 宋祖儿和孟美琪、成销、周杰琼有所不同,前三位是女爱豆, 而宋祖儿是同心出道,虽然近期没有什么代表作,但是她的潜力非常大,授握的资源也很强。 如今宋祖儿和徐海乔一起出演的电视剧《夜天字》播出了,而她和刘浩然合作的电视剧《九州漂了路》,也很受大家期待。 再加上之前参加花旅少年积累的热度和流量,宋祖儿的娱乐圈生涯很有前途, 这样一看出生于九八年的明星们都已经有很好的发展了。 不过,不管是孟美琪、赵家敏,还是成销周杰琼,都不是九八年之光里最有人气的。 最有人气的是出生于1998年8月2号的蔡徐坤。 蔡徐坤虽然在参加偶像练习生之前就已经拥有很多的艺人经验了, 但是这种事情大红,还是通过的9%, 如今不仅是队上还是C位的蔡徐坤,绝对算是如今娱乐圈里的顶级流量了。 正好小编也是九八年的,因为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们感到骄傲。 话说回来,九八来的小花小鲜肉,你最看好谁。